欢迎回到游走英国的YouTube频道 见到这条熟口熟面的河 我想你都知道这条片是应该讲Redding 它是在伦敦的西面 由伦敦上了M4之后大约45分钟车程就去到 我想你身边都有不止一个朋友选了这里落脚 这次我去探朋友 不过是我第一次去Redding 不过出发之前突然想吃些港式东西 所以就駕了车去Oxbridge这里 测一下肚子 去吃港式东西 当然要喝一杯奶茶 见到餐牌有不少东西 最后就选了吃星洲炒米 外面冻冻的吃一碟热东西都很开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记得订阅和按旁边的小铃铛 还有就是留言 留言inizi可以订阅 订阅 赞 订阅和 分享 或者按画面下面的心心Fans 那个就是比个SuperFans我支持我继续努力出片 我未去過 Reading 不過就在不少人的Facebook裡面見過這條河 今次開車來到就拍了在商場The Oracle的Riversize Car Park 趁找朋友之前有少許時間 就逛逛他這個市中心看看是甚麼一回事 沿著河的兩邊都有很多餐廳 不過因為拍片的時間是下午5點多 所以似乎這裡都沒甚麼人 這間Wakamama 我想你就算沒吃過 都應該聽過人說是日本烈食 我也有吃過好幾次 說真的就真的跟我們心目中的日本食物有一大段距離 不過老實說 有時候真的想不到吃甚麼的話 尤其是在冬天冬冬的 又想吃點熱辣辣的食物 你都可以薄一薄 進去吃一碗拉麵或者Patt Thai 啦啦啦 記住不是我介紹或者推介你去吃 只是如果你走投無路 又想不到吃甚麼才好考慮走不走進去 這裡就是The Oracle 裡面都頗漂亮頗綺麗 主要的店鋪這裡都好像有分店 走完商場就走出去他們這條Broad Street 有點像Kingston 但感覺上那裡的店鋪就好像多元化一些 走一的下午5點多 這裡好像有點冷清 因為晚一點去探朋友 所以就在這裡那間Singsbury買了一瓶酒 送給他們慶祝他們順利來到英國 你借多東西 然後在中間Singsbury買 對 都比較有消息 都把它們賺得清晰 前面這裡還有零 另一個叫Broad Street Mall的商場 加上剛才Broad Street和The Oracle 在市中心買東西吃東西都真的很方便 在Broad Street的另一邊 就可以找到這個Redding的Town Hall 很多人選Redding都是因為它交通方便 讓我去一下它的火車站看看 不過我去的時候Cross Rail還未通車 我想應該他們都是在這個月台上車 看看圖片 它是一個有15個月台的大站 在這裡坐火車去倫敦的Peddington 就要20多分鐘 坐Cross Rail的話就要50多分鐘 在火車站旁邊還有很多巴士站 看這個地圖都好像去到很多不同的地方 這次因為時間不夠 我也只是逗留了一會兒 下次也要叫我住在Redding的朋友 帶我在這裡找些地方逛逛認識一下這裡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就記得LIKE和SHARE 很快就會再出新影片 記得留意 拜拜 拜拜